各位族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长年期第29主日 也是普世传教节 你是否勇于在他人面前表达你的信仰 让今天10月22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天主归还天主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法利塞人去商讨 怎样在言谈上叫耶稣入圈套 他们遂派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到他跟前说 师父,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 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 不顾忌任何人 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 如今,请你告诉我们 你以为如何 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 就说 假善人 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 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 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 耶稣对他们说 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 他们对他说 凯撒的 耶稣对他们说 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 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感谢天主 以色列是天主所造选的民族 他们也遵守规界与律法 自认是属于亚威的子民 也期待墨西亚的来临 然而 耶稣的言行举止 并不符合他们所期待的 政治型墨西亚 因此 他们处处刁难耶稣 特别是法利赛人 在这一幕前 耶稣以二子的比喻中告诉他们 税吏和娼妓 要在你们已先进入天国 又在援户的比喻中 告诉他们 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 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 法利赛人听得逆耳 竟连媚黑洛德党人 商讨怎样在言谈上 叫耶稣入圈套 我们也可以反省 在什么境遇下 我们会因为对某人不满 而去联合原先意见相左的第三者 沆瀣一气地 想办法让某人入我们的圈套 然而 面对他人的计谋 耶稣却说 那么 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 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耶稣以四两拨千金 转化不必要的冲突 凯撒是俗世的象征 天主则是象征灵性的生命 身为基督徒 有时会落入两难的窘境 比如 为了生计或升官 被要求屈服主管不合理 甚至违反天主实戒规律的要求 或为了在职场能高一等 需要牺牲应给家庭的陪伴 或舍弃主日参与弥撒 当我们认为 这些都是逼不得已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耶稣的智慧 耶稣说 天主的归于天主 意识到我们所有的生活 包括一切的安全感 来自对天主的顺服 那么 我们能否愿意 请求耶稣教导我们 如何有智慧地活出信仰 而不轻易将它牺牲 请品尝圣言 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 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圣言 尝试在同事或亲友前 表达你的信仰 将属于天主的给天主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今天是普世传教节 求主是我德能 能让周遭的人 感染到信仰的力量 感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 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